空中有一只鸟距离水面六公尺 正下方距离水面四公尺处有一只鱼 则鸟看鱼的距离为鱼看鸟距离的若干贝 首先我们看一下示意图 就是水面 水面上六公尺的地方 这边有一只鸟 水面下四公尺的地方 这里有一只鱼 空气的折射率是一 水的折射率是三分之四 就是题目给的 我们先来算第一个鸟看鱼的距离 鸟看自己到水面的距离 一样是六公尺 那视身的公式是 观察者所在位置的折射率 现在观察者是鸟 折射率是一 比上 观察的物体所在位置的折射率 现在观察的是鱼嘛 被观察者折射率三分之四 乘上实际上的深度 水面下四公尺 所以鸟看鱼的距离应该会是九公尺 再来我们看鱼看鱼 鱼看自己到水面的距离四公尺不会变 那看鸟的视身怎么算呢 观察者所在位置的折射率 比上被观察的鸟所在的折射率是一 乘上实际的深度六 因此算出来是十二公尺 所以答案 鸟看鱼是九 鱼看鸟是十二 所以答案呢 距离会是四分之三倍